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5月6号 效果文化旗下脱口秀演员池子 发布一则长文和律师函 称中信银行未经授权将个人账户明细 提供给效果文化 诉其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7号下午 南都记者从上海银保监局获悉 该局已关注到此事 并已正式介入调查 据了解 5月7号凌晨 中信银行发表致歉信 并表示已按制度规定对相关员工予以处分 并对支行行长予以撤职 而让中信银行提供交易明细的效果文化 在6号晚也已回应 称已经委托专业律师处理双方的经济纠纷 效果文化根据相关流程采取了财产保全 提起仲裁 证据收集等法律活动